采收稻米的农机具 牛车还有农村生活的器具 全都保存的相当完整 不但依用途及传统习俗分为17类 数量更高达1104件 而这些全市农民五常赠送给公所保存展示 对于古早农具保存的用心 道场参观的农业局长也相当肯定 清水农村文物馆的这样的每年一次回两家 他们见证着 我想这个是非常好的活动 那我当然我们农业局 我们希望跟农民来说明 我们先至合并以后 我们农业局对我们台中地区 当然主要是清水地区的农业发展 还有相关农民的福利的一些支持跟协助 民国80年就设立在清水公所三楼的农村文物馆 里头所有的物品全都是由超过150位的热心人士 五常赠送 因此公所每年都会举办捐赠者回娘家 让他们看看这些物品保存清新 今年的活动现场中区长也特别提到 希望争取将这些文物移到大洋油库 带动地方发展的建议 好 太多了 局长 太多了 要去到大洋油库 好 就要去到大洋油库 确实啦 我也希望 我真的要去旧年我给大家报告 我们希望是不是能够 这样把它拉到哪里 我们大洋油库 我真的要去到大洋油库 都能够叫这品货物 局长也提到 文物馆总面积270平方公尺 放置这些物品实在有点拥挤也相当可惜 若能迁移除了有更大的展示空间 也能和历史古迹一同行销清水观光景点 未来他们也将争取是否支持 让文物保存更有意义 记者节目会台中长报导